將對有一位流行的大學生在手和腳的皮膚是因為節節性養診 皮膚上面是小了大大小小的頒點 因為歡樂把人的健康 天氣熱也不敢穿抬抬抬口 因此起立病醫皮膚科醫生正百三十基礎 節節性養診是一種半生的皮膚杯 民眾應該要來趕緊就醫治療 將對有一位流行大學生在手和腳的皮膚 因為節節性養診 不然你如果抓沒啊抓 手和腳的皮膚上補充大小小的頒到斑點 天氣熱也不敢穿抬抬抬口 因此起立病醫皮膚科醫生正百三基礎 節節性養診是一種半生的皮膚杯 將來要來人命 民眾應該趕緊就醫治療 那一般目前它的治病機轉認為是 就是第二型的免疫反應過度的旺盛 然後再加上皮膚底下的一些神經結地組織的纖維化 造成一顆一顆的這種節節產生 那一般它的這個搔癢感因為是蠻極度的 所以其實癢我們患者病人就會想去抓 抓完之後它又更刺激它再更癢 那更癢你就更抓 所以其實它就是一個癢抓癢抓的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如果沒有跳脫出來大概就是 因為一顆一顆的癢嘛 你會抓到全身都是很影響生活作息 那另外就是外觀上 因為你可能暴露的部位 身上其實都是一顆一顆 那很容易會迎來外其他人的一個 一樣的眼光 因為節節性癢症的關係 皮膚中的長期作成胎型化 打皮疙瘩 增加蜂窩性主食鹽的機會 等於輸標時 治療方式的包括外用藥膏 注射 引動治療 光照療法 以及口紅油膜 心物治療頂頂 經過精斷醫療 選擇上其他治療方式 就可以改善 傳統的藥物有它的優點 大概一半一半 一半的病人大概可以獲得蠻好的控制 但是一半的患者 他可能會因為副作用 或者是效果對他不好 會需要調整藥物 那其他大概我們就會加上 像我們講的神經穩定劑 神經穩定劑傳統的就是 我們常來用來治療癲療療 那因為我們的癢感 其實傳導是在中樞神經 所以其實從中樞神經去抑制那個癢感 就是會使用神經穩定劑 那神經穩定劑 我自己覺得在臨床上使用 其實很多患者 其實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基尾病的保養藥基礎 不僅造成這些新癢者的原因不明 但是經過研究發現 第二行免疫反應異常 跟神經增生和纖維化 反應了重要的角色 如果有其他慢性肥、腎臟病、腎瘤病 慢性米跟西肝臺灣吃 人類免疫不轉 白痘感染頂一杯 也會發現有更大的機會出現病情 記者 蕭建委的英雄區 查詢報答